记者翁紫涵台北报道 菲尔乐团F I R 去年被报团长陈建宁以代表F I R 和华言签约并拿走2000万元预付版税 因而惹火团圆菲 当时菲在脸书发声立体辟谣 更喊话 我是菲也是F I R 的一员 这是永远不会变的 不料他精确图发文表示 F I R 要出新歌 自己却完全不知情 还被删除粉丝专业管理员资格 菲尽在脸书写道 这两天有许多人掌贴给我看才知道 原来团要出新歌了 后来上了专业才发现 我已经在16分之2被移除管理员资格了 刚与两位老师求证也得知 他们即将有新的计划 虽然这个计划不包含我 我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删除管理资格 不过他最后人祝福表示 但无论如何能听到两位老师又有新作品 我也是非常期待 祝福他们能够写出更棒更优秀的歌曲 对此据苹果报道 团长陈坚宁受访时证实彼此理念不同 不过随时欢迎菲回归团体 我跟阿庆还是希望能跟唱片公司合作 他希望以独立自由的方式 毕竟乐团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我们五年没发片 彼此都有音乐想法 我们也尊重就彼此祝福 至于直接把菲移除管理员一事 他则说是音响有个统一的官方管理 因为之前很多人都有账号 太乱了 F I R 三设字 F I R 菲尔乐团脸书